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如今很多当红的流量艺人行程安排都非常满 很少有自己闲暇的时间 和粉丝们能够互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近日龚俊的一个举动称得上是实力宠粉 开直播和大家分享日常生活 还包起了饺子 粉丝们都表示不知所措 这一段时间龚俊的出镜率是比较低的 自从她和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杀青之后 粉丝们也很少能够了解到她的境况 原定要参加的GQ盛典活动 也因为某些原因推迟 这一次的直播对于粉丝来说绝对是一个大惊喜 在直播的前半部分 龚俊一直在忙着准备包饺子 她的手法是非常熟练的 包出来的饺子也很精致 住书之后龚俊又化身为吃播 直接现场吃起了自己包的饺子 在这个过程中 她一直和粉丝分享生活 包括这一段时间的安排和一些工作问题 她表示前一段时间生病了 也是因此没能够参加一些活动 如今病好了就第一时间和粉丝们报平安 互动 相信她也是知道 粉丝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粉丝 她现在非常健康 在直播中她还提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她表示目前新的剧本已经商讨了一些关于合作的问题 接下来将会展开进一步的工作 龚俊在和粉丝们互动的时候都非常温柔 就仿佛是在和自己的朋友一样闲聊 这一次的直播 粉丝们评价都非常高 在娱乐圈中也很少会有当红的流量艺人选择这样的方式和粉丝们互动 之前没能够如愿地参加GQ盛典活动 当时的活动还安排了一场睡衣秀 在这一次直播的过程中 龚俊为了弥补粉丝们的遗憾 还给大家试了一下当时准备要穿的睡衣 面对这样的福利 粉丝们都非常的兴奋 不得不说 粉上龚俊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他不仅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还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弥补粉丝们的遗憾 从他这一次直播的状态 也能够看出他比之前似乎又销瘦了一些 一方面应该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一阵生病 前一段时间龚俊生日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大家开直播 在此他和粉丝们做出了解释 因为工作的安排和地域的限制 当时的条件无法顺利地直播和粉丝们见面 所以就决定暂时搁置了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 钟龚俊给大家的感觉真的非常舒适 他对粉丝都是世事有回应的状态 他会耐心地给粉丝呢 解释每一件未完成的事情 会主动和大家分享一些工作安排 对于粉丝来说 追星其实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从自己喜欢的偶像身上 大家能够学到很多也能够感受到力量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爱对人 龚俊一直在和粉丝双向奔赴 他自己非常努力 很有事业心 也会一直向前走 他会鼓励粉丝们在自己追梦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这样呢 追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